欢迎来到Super E L S Station 世事一变,人心繁杂 想要看清一个人,很难 人生在世,谁都不可能活成一座孤岛 总要与人相交相处 然而,近朱者赤,近末者黑 与什么样的人同行真的很重要 所以掌握识人之法,靠近千千君子 远离阴险小人,与己大有弊异 今天有助君分享,律师春秋八观识人法 教你彻底看清一个人 一,通则观其所理 看一个显达的人,要看他是否还谦逊有理,温和待人 人生路上越是顺风顺水,好运连连 越要守住本心,涵养德行 省事横眼里说,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 谁都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 有高光时刻,就会有晦暗之时 遇到好事,迎来好运,就如红花盛开 虽然很美,但终究会凋谢 聪明的人即便风光无限,也不会骄横跋扈 反而更加低调内敛 孟子有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奸善天下 遭遇不顺,壮志未愁,就要管好自己,勤修德行 人生德智,能力变强,就要温和待人,尝试善行 修好德行,是收获成功的金钥匙 乐善好施,是守住好运的吉祥星 显达的人,还能谦和善良 人生之路,会越走越顺 二,贵则观其所尽 看一个地位高的人,要看他推荐提拔什么样的人 身居高位的人,推荐提拔德才兼备之人 便是真正的在其位尽其责 反之,推荐提拔占亲戴故且庸禄奸命之人 则是滥用职权,任人为亲 屡时春秋去司再有一则,举贤不比亲仇的故事 晋国大夫齐熙向晋平宫推荐自己的杀父仇人谢胡 获准出任南阳县令 正直连结的谢胡到任后 做了许多史诗好事,深受百姓好评 不久,齐熙又向晋平宫推荐自己的儿子齐武 获准担任掌刑御兵士的卫官 齐熙秉持功心,外举不必仇,内举不必子 深受晋平宫和后使之人称赞 可见,一个人地位高了 从他推荐提拔的人,就可以看出他是什么样的人 地位高的人,还能大功无私 举贤见能,堪称德高之人 三,负责观其所养 看一个有钱的人,要看他的钱怎么花 给谁花,花在什么地方 虽然钱乃身外之物 但许多越是有钱的人,往往越不明白这个道理 有句话说得好 有钱人的堕落是社会堕落的祸根 这样的有钱人,德行败坏,有钱没品 终究必有栽秧,定要远离 诸葛亮戒子书曰 静以修身,简以养德 隐瞒则不能立经,显造则不能置信 只有内心宁静,才能修养身心 只有简朴节约,才能涵养德行 换句话说,就是再有钱也要勤俭节约,养德俱能 从小处讲,要赡养父母,接紧他人 从大处言,要热爱公义,行善积德 有钱的人还能保持节俭 散财有道,必定千金散尽,还付来 四,听则观其所行 听完一个人的话,要看他是不是那样去做的 识人辩人,不能光听他说了什么话 还要听其言,观其行 道德经有言,夫轻诺,必寡信 那些轻易许诺的人,因为很难兑现承诺 所以会减少自己的诚信 这种人,喜欢夸夸其谈,炫耀吹嘘 往往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不可教,不可信 曾广贤文里说,一言即出,四马难追 一句话即已出口,即便用四匹马拉的车 也无法追回 话已出口,绝不能反悔 只有说到做到,方能赢得信任 上扬变法前,为取信于民 在南门里了根木头,并贴出告示 只要有人将木头搬到北门,挤赏五十斤 有个人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将木头搬到了北门,立刻获赏五十斤 这就是《资质通鉴》中立目取信的故事 守信的人不会胡吹海砍,也不会轻易许诺,而是三思而后言 言出必行,行必有果 说到做到的人最值得信任,遇到要珍惜 五,指责观其所好 通过一个人的爱好,可以看出这个人的本质 谁都有爱好,特别是业余爱好,最能看出人的心性品质 礼记有言,莫见乎隐,莫显乎微 故君子慎其独野 再隐蔽再细微的言行,都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质 因此,有修养的人即便独处,也会谨慎不苟 慎独就是独处或闲下来时 依旧心存敬畏,谨慎言行,心气平和,修养德行 闲暇之余,有人灯红酒绿,醉生梦死 也有人琴其书画,听歌写作 人的爱好,无论好坏,都能看出其内心深处最真实的一面 俗话说,穿衣戴帽各有所好 是穿衣还是戴帽,因心性和喜好有益 选择自然就会不同 爱好低俗的人要远离,爱好高雅的人可深交 第一次见面说的话不算什么 等相处久了,再听听他说什么 初次见面,说话都会有所保留 未可全抛一片心,实属正常 只有相处的久了,真正熟络了 说话便无所顾忌,方能日久见人心 刚烈耿直阻止多谋的陈公 因久闻曹操大明,放弃县令的官职 追随曹操,祝其得衍舟 爱黄金军,可谓鞠躬甚为 后来曹操误杀无辜的吕伯奢全家后 随口而出,宁叫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 让陈公看出曹操是一个奸诈之人 于是愤而离去 古人云,习与姓成,圣贤同归 习惯决定着性格的养成 辨识一个人的习性,就看其是否言行一致 这既是识人之法,更是交友之道 与人久处之后,如果他说的话前后出入太大 说明人品太差 这样的人不可深交,要趁早远离 如果他说的话前后相差不大 说明诚实可靠 这样的人久处不厌,要好好珍惜 人穷没关系,穷人不占小便宜才会有大出息 要知道一个人是否心智如盘,能成大事 最好的方法就是看他穷困潦倒时,拒不接受什么 因为一个人在穷困之时,最容易改变自己的心智和气节 子思是孔子的孙子,一生穷困,颇有贤明 鲁谬公多次命人送肉食给子思 最后一次,子思生气着将来人赶出家门后说 原来国君竟然把我当作狗马,像牲畜一样圈养 孟子认为国君若真心尊重子思 就应当在第一次馈赠时,让使者说明旨意 那么之后的馈赠,子思就不用再磕头接受了 岳阳子七里说 智势不饮道权之水,连者不受接来之时 有志气的人,即便再渴,也不喝道权的水 清廉的人,即便再饿,也不接受接来之时 道权之水,损清白,接来之时,损尊严 总想着靠别人的施舍过日子 不仅有失尊严,而且会消磨意志,无所作为 人穷志不穷的人,终有抬头之日 8. 见则观其所不为 人地位低没关系,不卑不亢,保持自己的尊严,才活得有境界 活得有没有尊严,有没有境界,跟地位高低没有关系 靠的是自己所持有的人生态度 地位再高也有许多卑躬屈膝之人 地位再低也不缺乏洒脱高洁之势 齐国的燕子身材矮小,被齐王派遣出使楚国 楚王命人指着城门旁的一个小洞,叫燕子进城 想以此羞辱燕子 燕子却笑着说,没想到楚国的城门竟然小如狗洞 我出使的是狗国吗? 楚国的迎宾大臣羞愧难当,赶紧带燕子从大门进城 称如孟子所说,贫贱不能宜,威武不能屈,此之为大丈夫 真正有气节的人即使贫贱操守也不动摇 即便威压意志也不屈服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哪怕地位低下,身份卑微 也要做人有底线,做事有原则 地位低的人还能不卑不亢,不失骨气 乃真正的高人 曾国藩说,大旨意便清拙,细处坚论取舍 识人便人,大处不应该放过 但最可取的方法是从细微之处分辨清拙,做出取舍 人心最难测却有窥探之法 吕氏春秋八观使人法的核心要义 就在于通过一个人在顺境或逆境中的表现 便时判断其人品德行 前六观通贵父听止习是身处顺境 要看其能否约束自己,关爱他人 后两观穷健是身处逆境 要看其能否信念坚定,不屈不挠 归结起来,值得深交之人的特征就是 顺境不交恨,厚得在物 逆境不气馁,自强不息 余生愿你我练就火眼金睛 做一个朋友满天下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